好 選前倒數30天 今天看到了林傳媒 有一個大爆料出現 他就講說 這個是賴清德的前傾姓 跳出來指控他是一個 雙標的政治人物 而且他說 這個槓上李全教之前 還曾經按住首屆的議長匯選 他是說賴清德在2015年 擔任台南市長的時候 以議長李全教匯選為由 不進議會232天 高舉對抗黑金 拒進議會的大旗 但是他的親信 也就是這一位 曾經擔任賴市府公測會 總幹事的王敏行 他具名指控 他說賴清德就是一個 標準的雙標政治人物 他說他當年受到了賴清德之命 然後引荐參選議長的賴美惠 任世前議長黃玉文 然後由黃以美票100萬為代價 媒介了五名藍營以及五黨籍的議員 來支持賴美惠 王敏行日前已經向台南市調處 然後來告發賴美惠涉嫌會選 賴美惠也有回應 他說過往一路以地方的福祉為念 爭取議長支持 亦以此為本並無他法 他意思是說他沒有用這個方法來做 我們那時候還揣測了一下 並無他法是他別無選擇的意思嗎 所以他必須要會選嗎 我們還揣測了一下 就是解讀了一下 他的並無他法應該是指說 他沒有這麼做 我們另外來看一下賴辦的發言人 陳士凱也跳出來講說 絕對不可能 這一聽就知道是假的 賴美惠沒有涉及任何的惠選 那選舉期間爆這種料 是為了影響選舉而來 非常的不應該 不過我們看 這個王敏行 他還預判了民進黨的預判 他跳出來講 他說揭發這件事情之後 新潮流肯定會鋪天蓋地的否認 而且指控他鬼故 甚至還會以他在中國務農為由 來說他意圖影響選情 但我的陳述內容 句句屬實可受公平 所以感覺上面 一直以反黑金為形象的賴清德 這一回被這樣子的指控 哇 這是不是踩到雷 還是說原來賴清德真實的形象 是跟黑金為伍呢 那網友在那邊講說 看他這個細節描述的這麼清楚 這當中一定有貓膩 所以檢察官應該要趕快 來約談相關人等 當然包含了賴清德 所以這個事件會不會影響到 接下來30天後的總統大選 現在就要看這後續的發酵 會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另一個事件 同樣也是讓賴辦陷入風暴 賴清德陷入風暴是什麼呢 他說呢 這個 我補充說一下 這剛剛新家的 這個南簡說 現在目前已經分案調查 這樣子的一個議長會選的指控 那賴辦呢 他們現在提告 這個不禮貌鄉民團 我們昨天有提到 不禮貌鄉民團 就當初在 這個英賴之爭的時候 是站在蔡英文這一邊 來打賴清德的喔 那他現在指控的是說 賴清德是不是替這一個 這個強奸殺人犯 然後來要求國賠的事情 賴辦很生氣 跳出來要對他提告 那這個不禮貌鄉民團 昨天在他們的臉書上面講說 謝謝一些朋友喔 很多人私訊說要來贊助打官司喔 他說不用擔心 司法的部分呢 我會請認識的律師朋友 來協助應對 所有的對話跟新聞截圖 也都已經備份了 看到這邊有非常多的網友喔 狂刷說加油支持你們 而他的這個主要的一些支持者 或者是有訂閱 按讚的人 可能是英粉比較多喔 可能是有一些 也是綠營的支持者 蠻多的喔 所以這會不會也使得 這個賴清德的選情 出現一些變數呢 那這個賴清德 賴辦對他提告的 這樣的一個做法 反倒在網路上面 有一些發酵出現了 很多人開始就說 你連人家講了都是真話 你也要這樣子出來 提告出真人家 所以在PTT上面 甚至還開始有人在講說 哇 這樣看起來 賴清德的人格問題很大 這可能是台灣20年來 最可怕的總統 還列舉出來 就說擔任立委 幫什麼殺人犯 申請國賠 然後保證說無男人清白 否則要退出政壇 結果裝死 以及登革日期間 違憲不進議會 還有違憲到現在 不清不楚還在騙人嗎 還有手下一堆 是這種涉灘涉黃的 任期 每一個任期 都是落跑去選下一個東西 那再來 兒子孫子都在美國 以及南鐵強拆 那以下還歡迎大家補充 就開始大家變成出來 盤點賴清德的一些爭議 以及他的 覺得他的人格問題 所以現在感覺上面 對賴清德的選情有傷 怎麼會反而去得罪一些 可能淺綠 或者是過去支持蔡英文的一些支持者呢 那另外我們看看 現在網路上面 大家開始就是在討論起 賴清德昔日的這個恐嚇 有兩名網友指控賴清德 就是賴清德曾經恐嚇 國中女學生遭到性侵的命案 引發當時呢 2010年的時候 有網友做行動劇 那時候呢 賴清德呢 是要來選這個台南市長 那所以當時去參加行動劇的一個 李姓跟何姓 兩名參與行動劇的女性呢 他們講說 他們之所以參與這個行動劇 是為了確保下一代 免於恐懼的自由 沒想到事後 賴正寅竟然派人到他們家關切 還說如果不出來說明的話 不出來道歉的話 將要告他們加重毀謗 所以讓他們這兩個出來 演行動劇的人說 整天活在恐懼當中 而當時擔任這個賴清德競選總部發言人 這個選台南市長的 當時的那個發言人 陳宗彥 叫曉雲的陳宗彥 他那時候講說 兩度造訪這個 這個兩名女性 他說純粹是要去對方 讓對方了解一下 你們搞錯對象了 所以在網路上面 大家又開始在討論這件事情 他說問題是 你現在賴清德不是講說 你當初什麼都不知道嗎 就是你們現在賴辦出來告人 就說時間錯置啊 我們怎麼會知道這個事件 他是有什麼殺人的 這樣的一個過去的案底呢 那他說 那你為什麼事後又去威脅人家 你幫性侵殺人犯 共犯護航還不夠喔 事實上你自己還有恐嚇威脅也少不了 什麼不禮貌鄉民團真的有夠弱 他說 說你官說護航喔 這個不禮貌鄉民團 對你已經是客氣了 正確來說 賴清德是一個 與恐嚇威脅殺人 性侵罪犯和犯罪 都以各種方式間接參與 經手沾編的一個政客 哇 罵得非常的熊 在網路上面看起來 已經引爆了對於賴清德的不滿 那是不是也代表賴清德人設 已經開始全面坍塌了呢 我們來問一下淑慧 王閩行是誰喔 如果大家 大家可能之前都很陌生 但是今天可以去Google看看喔 他是一位70歲的老先生 而且他是具名檢舉 他不斷是跟媒體爆料 他也跑去市調處告發 大家知道如果他是瞎掰的 他是瞎爆料的 他不會劇名 不會公開 他大可以給我們 給私底下給民意代 讓別人 為什麼 因為他今天去檢舉 而且他是當事人之一 因為這個賴清德人 他有說要受命去帶這個去檢 所以他未來他也要去作證 他也要被調查 他也要去做筆錄的 麻煩是不斷的 所以不會有人 給自己設一個陷阱去跳 所以我相信王敏行講的話 高度可信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是什麼背景呢 他年輕的時候 我先說是年輕的時候 他是經營皮革廠 這個皮革廠 確實在中國大陸跟越南都有工廠 但即便他在中國大陸有經商 但是他還是支持的是民進黨 他2003年先當了台南市體育會的理事長 大家知道體育會的理事長什麼的 都會跟市長是有一點關係 你要市長的支持 因為阿伯的苦體育界 也是他的大條子之一 後來他又當了 這個台南市直屬市長的 公測會的總幹事 其實很多縣市大家去看 都有所謂的公測會 裡面的總幹事 都是市長親自任命的 而且是很親信的 因為又是一個大條子 你要負責去鞏固這個 譬如說台南市的 相關的中小企業等等 所以王閩行 第一個他是支持綠的 過去是支持綠的 這個不用質疑 跟他有沒有在大陸經商 沒有關係 因為他是先在大陸經商 經商有成 他還是支持的是民進黨 所以他最後為什麼 他這次為什麼要跳出來 當然之前他們有一些恩怨 他之前他有說 他說他本來要選 台南市黨部主委賴清德也承認 承諾說 好啦 我信他了 支持他啦 結果賴清德當了行政院長以後 說話不算話 這個過河猜桥 結果去支持別人 他就很想起 覺得新刁流 全瓦瓦瓦瓦瓦 所以很多跟民進黨 現在撕破臉 都是過去被騙過的 那還相信民進黨 就還沒被騙過 所以這一個王閩行 他是綠的不用懷疑 然後他確實有一些選舉的恩怨 他自己也說了 他自己也都說了 而且大家知道 你要去競選到市黨部主委 那你一定是這個黨裡面 這個地方裡面很核心的人 不是普通人 有所謂當了議員要選立委 我也沒有資格去競選 台北市黨部主委 因為我對於台北市的 其他的各區的人脈 那個金主的狀況 我並不了解 你一定要有能操盤的人 才有資格去選 這個台南市黨部主委 所以我認為檢調 我當然不期待檢調會再選前 把這件事爆出來也不可能 但是未來如果有相關的爆料 我們是非常希望 民眾勇敢的爆料 好 來問霍元哥 財宣這就這麼久的事情 我是不太相信 但是檢方他分案是例行動作 SOP 今天A去告B 檢察官不管他自安 真自安 他一定得分案 這個分案他沒有辦法證明什麼 這麼久的事情他 這個時候提出來是為什麼 當然是為了總統大選 幕後什麼原因我們不曉得 但是我是先告訴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在未來的30天 這個選情倒數 你還會看到很多藍綠白 各種不同的這種爆料 有打中沒打中 對選情的影響大或小 區別在這裡 我補充剛剛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凱道 這個2022年的台北市長選舉 搶到凱道的是誰 是陳時中 他搶到選前之夜在凱道的大造勢 他有去辦 他也沒去辦 後來在民進黨黨部 中央黨部前面 北平東路那邊辦 他搶到凱道他也沒辦 所以搶到那個真的有用嗎 沒有什麼用 那只是大家覺得好玩而已 我給大家看這個數字 這是2020中大選的時候 蔡總統在台南市的得票率是67% 他全國得票率是57 他在台南拿了67 是蔡英文在各縣市的得票率最高 是在台南 結果這個明年的總統大選 民進黨 台南市黨部的主委 他講什麼 他說賴清德的目標是70% 70% 要比蔡總統的67% 還多一點 多一點 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他台南市長 連任的時候他拿72% 72% 2%牛里 現在還要說70% 可是我想告訴大家 這個67%是一對一的選舉 他跟韓國瑜這個一對一的電鍋機 67% 明年大家都知道是三咖啡 三咖啡 賴清德還要拿70% 我就沒辦法 我跟他講去年的台南市長 黃偉哲的得票率是47.8% 龍街那是73.6% 所以數5% 選票差4萬多票 得票率差了5% 我要請問賴清德的本命區 當然駿義兄是台南的 在地的專家 為什麼黃偉哲台南市長 連任的時候才贏5%而已 不是說本命區嗎 不是說綠道出資嗎 對不對 不是說什麼民主勝地 台南這邊驕傲民進黨 長期執政30年 為什麼黃偉哲連任才贏5% 是謝龍介有這麼強嗎 謝龍介有扎根這麼深嗎 為什麼台南會這樣 所以觀眾朋友我的結論是這樣 如果說明年 當然這不太可能說出現在 這個30天之後台南市的 這個藍綠的得票率 可是為什麼賴清德的本命區 過了這幾年會變成這樣子 才隔幾年 賴清德不是台南的 那個蕭美琴在講說 這個三個總統候選人 都當過市長 然後賴清德的風評是最好的 如果賴清德的風評是最好的 為什麼黃偉哲接幫之後 選得這麼辛苦 是黃偉哲很爛嗎 還是說賴清德在台南做得很好 是個假象 好不好 台南的朋友最清楚 台南在六都裡面最窮的是誰 是台南 對不對 台南有多少人北漂的 高雄很多人北漂 我們花蓮也很多人北漂 台南都沒有人北漂嗎 台南這幾年 你們秦田兄做市長做得很好 對不對 台南的光電 台南的爐渣88槍 光電大樓 我沒有載到去關光電大樓 不知道 現在我是沒有辦法買 很貴 我去租一間看看 跟他們一起租看看 台南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對不對 這個台南我們看這個30天之後 特別是台南的得票率 特別值得觀察 好 俊英哥 黃偉哲市長是說 台南現在是有史以來 最團結的時刻 所以 所以以前不團結 比以待清德那時候還團結 有史以來 最團結的時刻 所以請各位參考 是 不過我是嚇一跳 民營那出來指控這個 是我嚇一跳 因為他是當事人 公開就是執行者 所以確實有壓力 俊英哥跟他熟 我跟他錯失了手的機會 因為他一路都是 比較挺賴清德 說實在 我要拚市長沒有拚上 所以就錯失了交朋友的機會 那民營那他這個時候 出來報這個事情 我確實嚇一跳 也就是說他背後到底 壓力從何而來 從何而來 賴清德不是第一次 選總統 副總統 他上一次就搭配選副總統 你說副總統不影響嗎 我看最近的新聞 副總統的版面 搞不好都比總統大 怎麼會不影響 這次不一樣 這樣 剛剛要說 影響很大好不好 影響很大 我的意思是說影響很大 但是之前不報 這一次報 或許是因為他是選正的 總統候選人 所以重量 份量更重 但是我這樣講 我沒有根據 我要先這樣子確定 我沒有根據 我懷疑壓力來自北京 又來 我當然可以懷疑 可受公平的懷疑 可受公平的懷疑 我同意輝文的觀察 就是未來這30天 類似這種事情會層出不窮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東忙回來 推理一下 明明天